这个也可能只有华人知道的笑话了 真的是不愧为一代的男神 很会唱歌 他是男神 耶稣基督死后三天复佛 刘文正死后一天就复佛 刘文正是一个歌星 电视频讲他死了 结果他第二天又活起来 其实他根本没有死假死 他比耶稣还厉害 我告诉你 师尊过去也是基督教徒 师尊认为耶稣是师尊的Guru 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 都是跟佛经有关的 只是别人没有研究 耶稣最大的 最大的他所行的最大的神迹就是 他在三天以后能够复佛 他能够行这个神迹 他行出来的这个神迹 他能够三天以后就复佛 所以我称耶稣是属于 另外一种佛叫做毕之佛 另外一种佛叫做毕之佛 所以我们这里也有共同耶稣的像 好像那里也有耶稣的像 我们有耶稣的像 我们不太分别 这个其他的宗教 我们不分别 因为他们也有 度化众生的功能在里面 你看 他朋友度化功能 所以耶稣基督 他本身来讲 是 我常常讲耶稣基督 他也是很伟大的 他讲了很多的佛法 他也是有无我的精神 你看他这个我常常讲 右手做的善事 不能让你的左手知道 他不把功德放在心上 这个就是佛经里面讲到的 无我的精神 不能够有我 不能够有我 佛经里面常常讲 无我 因为无我 你才能够救度众生 才是真正的功德 耶稣讲说 你要做善事 但是呢 他所做的善事 不放在心上 右手做的事情 不让左手知道 这就是真正的善 所以耶稣本身有很多的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 都是跟佛经相复合的 这个将来我可以写一本说 佛经跟圣经的比较 那么对 就可以化解 这个 很多人 基督教的人士 这七世佛教 那佛教的人士 七世 启示 这个基督教 犹太教 甚至印度教 很多种宗教 不可以的 其实都是平等的 认真讲起来 都是平等平等 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妈的平等 我妈的平等